这几天去哪了,是不是出事了 说是横圆祥 洋洋洋洋 现在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连国家都散洋 洋群洋了个洋 我们怎么好的呢 两天 在此之前呢 先用我的是曾世强先生 说过 他有最后一个阶段 说出很多预言 其中当然主要围绕这个 就很多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这还不够 说 老天 让我们 每一个人 不得不信 你在家里好好的 不出门 就得了 很奇怪 那个风啊 气也是无孔不入的 天地之间 就是那股气 顺当 就是正气 不顺 就邪 无所谓 鬼神 不论 不论这些 当然 有没有 我们先不说 那也是一个 能量的 集合体 它有它的 直接 作用 但是 它的本源 根本 就是这股气 可以 可以 你信不信 得了 好没好 你看看一 中一 当然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只不过这个方法不一定快 前 这个学中一的朋友 不止一个了 食指连心 放血 挤一滴出来 这个 没有 针灸针的 也可以用家里的针 这个 大火 烧一烧 消消毒 指尖 当然 如果还不行 受伤 中伤 太伤 三个位置 放血 一滴 那你学 学医的 它不一定能下得了手 一箭 针都晕针的 不过还好了 中国的针都比较细 应该下手 得下手 当然这种是以毒攻毒 所以我们 更建议怎么样的 日常的调理 建胃之助 其实大医者 上医者 它是治胃病 在病之前 你要如果了解自己的那个八个字 跟整个的气韵 结合起来 不管哪一门 你学经了都可以 一个就够 那你没有发生之前就可以预防 可以提前治疗 但凡没有出现一点 风吹草动 你要注意了 不要硬扛 但是身体好 免疫力强 自然有的时候不大回事 但是在这个时候 大肆风行的时候 要额外的 再加注意一点 那你还像老师说过 这个大青龙汤 加点 还有 放点点杀人粉 在粥里面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我在家里就这样过来 两天 怎么好的 泡热水饺 首先不能太烫 这个寒热一冲 太激烈是不行的 慢慢来 然后打坐 说这一招都能治 你的百病 你信吗 那你不信 那你就不要做嘛 你用你的办法来嘛 然后 躺下看书 尽量让他多睡觉 反正 多睡觉 是目的 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 也是前提 你这个心理不能垮 这个是根本 如果你自己放弃了 神都没有放